那当然我们要去下载什么 下载Beautiful Super套件 那其实方法都很简单 主要就是说将来呢 如果各位要下载就是用Pipe Install就可以了 然后刚从同学去把它upgrade 不过语法就有点不一样 OK,也许是Pipe 如果upgrade,你可能要Pipe用另外一个版本 你不能用Pipe 那个upgrade,这个旧版的可能就失效了 也许吧,OK 因为这可能要试一下 那如果你不upgrade的话 语法就这个没有错了 不过因为官网上面的语法也是Pipe 这个Beautiful Super 4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这个Beautiful Super 4怎么来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到什么 Python官网上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 Python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 如何去下载网路资料的一些相关的模组 这个package的话 目前总共二十几万个 也就是说一个就表示说 可以解决至少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要下载网路资料之后解析的问题 当然我们是直接找到一个最好用的 就Beautiful Super 4 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现在最新的是Beautiful Super 4.9 OK 那这个library其实它的语法 就是这个安装的方法 就Pipe install 就是这个Beautiful Super 4 当然其实这边也可以提供复制 底下至于说 它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的话 它这个project里面 也有一些相关的细部说明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这里面都有 OK 怎么去run它 甚至的话将来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到它的什么package link 这边有个home page 里面也可以去看到它的相关的说明 都在这边 甚至可以去手动去download 这边一堆OK 只是说这些东西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做研究 不过我们主要需要的很简单 就是当我把那个网页下载之后的话 那我可以去解析它 我要的东西就好了 其实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们上礼拜讲到就是 我要把哪一个网页把它抓下来 第一个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网页 哪个网页 实际上就是 在我们上个礼拜上课的这个 OK 我们上礼拜上课的就是这个清单 假设我今天的需求很简单 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里面的清单名称 跟它的超连结 直接帮我下载一下 其他的不要 那以前如果你要图法列纲 你要慢慢一个复制贴 复制贴 那如果用爬虫的话 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网页先把它下载 那按右键 这边有个检视原始码 这个原始码 其实就是网页背后的东西 那我怎么可以把它抓 抓这个网页下来 这个原始码怎么抓 其实很简单 就是利用request就可以了 request里面的get 把它直接下载 给它哪个连结 这个连结是我们刚刚的 YouTube的这个连结 你把这个连结贴到这里 直接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他很快的就帮我把他的原始码 全部都get回来了 所以基本上 request可以帮我把原始码 抓下来 但问题来了 这边原始码里面很多东西 但是我要的东西实际在哪里呢 特别之后 我应该是在哪里 他这边有一些01 给01 在这里 我要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还要什么呢 还有他的超连结 他超连结在哪里 超连结应该是在 应该很后面 所以哦 如果你要用那个什么呢 自己用眼睛看 然后去抓原始码 那当然不可能啦 OK 所以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法 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把我们要的东西抓回来 就是我们要学Beautiful Soup的重点 而且Beautiful Soup主要的用途就是什么 帮你去寻找你要的东西在哪里 可是特别注意哦 Beautiful Soup这个东西哦 如果你要去抓的话 你还是要慢慢学会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里面呢 按右键 比如说你可以检查 按右键检查之后 你会发现哦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超连结的名称 他在哪个位置 而且呢 他的HTML 有没有 他这个地方 假设你要抓的是一个超连结 有没有 小于A开 这个A的话是超连结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知道他的HTML语法之后 后面会接一个class class就是他的类别 他类别的话 他是这个类别哦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的是什么 抓他的名称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直接去抓到他的title 这个title 然后呢 这边有个test test也可以用test 或title 然后另外的话也可以href 所以呢 我要怎么去把这个网址东西 抓下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重点 那当然总共会有 十段 我记得好像这边有几段影片 总共我们上个礼拜 总共十段影片 所以我希望十段影片的title 它的那个标题名称 跟它的超连结 全部帮我get下来 怎么get下来 就用beautiful shoot就ok了 那怎么做 请各位还是先把request 跟beautiful 先确定安装 第二个的话 我待会跟各位讲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慢慢习惯一个方法 按右键 你要找到按右键 关键地方呢 不是叫你直接去把那个原始码打开 而是你可以在你要找的东西上面按右键 然后你用什么 检查 检查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去找到 你 其实它应该 它应该会先停在右边 只是说因为 这个html 有时候呢 如果你放右边的话 它有些东西会看不到 所以我习惯了 可以三点 可以把它放到下面 这样的话变横向 ok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你们还是要学会一招 就是这个 使用呢 Chrome浏览器里面的 这个叫做什么 开发模式 开发人员模式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从开发人员模式里面 看到一些细节 你才有办法去把你要的东西抓下来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如果把我们要的东西看到之后再抓下来 方便先还给各位 一定要先习惯这个Chrome的那个 所谓的开发人员模式 记得按右键 你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检查一下 不过 当然有一些网站 现在越做越 怎么讲 保护的越细 有时候即便你用这个模式 也不见得可以看到你要的东西 大概另一样 不过一般 状况是可以的 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如果是超连结的话一定是A开头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A在这里 ok 那 那再来的话 我确定说我要的是超连结 没错 可是问题是呢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超连结全部都抓下 那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 用那个BeautifulSoup 特别说 这个BeautifulSoup 它的那个模组名称叫BS4 应该叫BeautifulSoup4 这个BeautifulSoup 这个class 这个类别就可以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去把这个网页下载原始码 print出来 我们刚刚看到 所以这个不要print 因为print了会一堆 可是问题 这么多东西 原始码里面 我只需要就是A开头的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把 利用这个类别 特别是有 它有个固定的语法 以后的话你用BeautifulSoup 然后把什么呢 把那个抓下来原始码 其实这个html.test就是原始码 就刚刚一堆东西 丢给它 然后做什么呢 后面有个参数 这个固定的 所以以后你干脆用复制贴的好了 当然它还有别的模式 不过一般是用这个html.passer 这个passer主要就是 帮你去找到你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要找什么 找这个A好了 ok 那其实它的语法就是 SP是这个BeautifulSoup的物件 物件 比如说产生一个SP 名称叫SP 名称当然你可以改 OK 这个物件名称叫SP 里面有一个很常用的方法 叫Find底线all 特别注意 它Findall 这个网页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什么呢 比如我今天要找什么 找里面所有的超连结 那它会怎么样 帮我把所有的超连结都列出来 OK 所以第一个一般我们找会这样 先找最大的 我要找超连结 所以它会怎么样 帮我把所有的超连结 把它找到了 print出来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 它会丢过来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list 所以丢过来的东西呢 会是一个list 那你会发现这个list里面放什么 只要是超连结 有没有 只要是小于A 后面不管是什么 反正它就通通帮我抓下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第一个超连结 第二个超连结 OK 那可能第三个超连结 一类推 那里面的话 有这么多原始 不过至少 我们就知道我第一步OK了 那我习惯是怎么样 有的时候我要分析它的话 习惯把它复制 OK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习惯还是用Nordepad Nordepad++ 为什么 因为Nordepad++ 有一个优点就是 你把它贴上之后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语言的部分改html 然后呢 持续行的部分 你可以用什么 自动让它换行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所有的A 就会 就会帮你列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找第二个特点 就是说 它有没有一个什么 后面一般是先找它的标签 html标签 再找它的class 那我要的东西 有没有一个 class是它的类别 那你看一下class 我要的东西在哪里呢 有没有在底下 我要的东西 它你会发现前面都一堆 那个什么直播 一些它的 跟我们要的东西没有关系 主要在下面 下面的地方 你会发现在哪里呢 有没有找到 有了 01在哪里 01在这里 有没有 那我要的是这个里面的文字 加上这里面的超连结 超连结在哪里 超连结在 应该有个HREF HREF在这里 有没有 那HREF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属性 attribute 那所以呢 我如果要抓到它的文字 跟它的这个 有个attribute 叫那个 HREF 我用get的方法就可以 那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要找A 就是它的超连结 第二个我要找什么 它后面这个叫class 它的类别 那类别名称特别注意 就这一串 所以关键在这里 就这个东西 我只要特别注意 它可能有很多类别名称 中间会加空白 所以它其实 这个是它的第一个名称 这个是它的第二个名称 这个是它的第三个名称 所以它有四个名称 有四个别名 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 有时候要试试看 OK 或者说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名称 假如把它复制一下 Ctrl-11 有没有 然后再到哪里 再到这个开发人员模式 按Ctrl-F 寻找 寻找的时候把它贴到这个地方来 贴上去之后 我的习惯 贴上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找到 0 目前 寻找一下 所以它这里面好像有做一些保护 那这个网页里面 居然是找不到这个东西 反正我们要的东西是这个名称 这个class 所以我就把这个class名称 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A的后面 等于A是第一个是超连接 逗点 第二个是找什么呢 找它的class名称 叫做Playlist title link OK 帮我找到了 我们执行看看 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时候 我把它全选C 把它再贴到哪里 贴到那个 技术仁家家里面分析 因为其实如果你不用这个 技术仁家家来分析 其实用肉眼来看 真的会蛮辛苦的 有没有发现 抓下来了 我要的东西在这里 有没有 名称 跟HREF 但是有一些东西不要 什么东西呢 除了这个HREF 这个超连接之外 还有这个名称之外 我其他都不要 所以最后关键的地方 我怎么把它去掉 所以有点像剥洋葱 我先剥低层 所有的超连接 但是我不是所有超连接 我要超连接里面 的class名称叫这个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再把 不要东西把它去掉 不要东西怎么把它去掉 你特别注意 底下的重点就来了 我可以用一个for回圈 for A好了 in list 1 我只要什么 里面的这个test 所以你就A 的点test stripper 特别注意 这个stripper 主要是去除它的空白 如果先不去除好了 然后呢 再来如果要取得它的什么 取得它的超连接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HREF吗 你就把HREF的属性名称给它 前面也许你可以串接一个什么 这个其实可以偏不要串 这样会 OK 就是把这个list里面的所有找到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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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资料先丢到A里面 然后用A去帮我抓里面的test test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名称 跟它的超连接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有没有很接近 我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时候名称有了 超连接也有了 但是问题来了 名称前面多了很多不要的东西 有没有 所以最后一步 你可以再把这个名称后面加一个 去除掉不要的那个空白 叫stripper 这前面有讲过 前后空白通通帮我把它去掉 OK 然后呢一样是取得那个HRI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名称就有了 超连接就有了 OK 当然超连接 还少什么 其实这个你想说 老师这个超连接怎么怪怪的 因为前面好像少那个 HTTPS 其实就少那个什么YouTube的连接 就少这个 有没有 HTTPS 冒号斜线两杠 有没有 然后YouTube.com 这个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要完整的话 你可以双引号 然后呢怎么样 把它串接一个HTTP 这个放在它前面 然后呢 再跟后面的网址把它串在一起 自信看看 OK 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上课的名称 底下的话呢 多一杠 这个可以拿掉 多这一杠 OK 再弄一下 有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我把这个连接 假设按复制 有没有 贴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超连接 会不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有了 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影片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 其实程式不多 所以我再把那个关键地方 再跟各位讲 第一步的话呢 先用Request 先去抓什么 抓原始码 第二步的话呢 再用那个Beautiful Super 把它Parse里面的A 有没有先抓A 再抓它的class 只要逗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把这里面的东西呢 分别把你要的东西抓过来 如果是它里面的文字就点Text 前后不要的东西就是Trip 然后呢 再加上那个你要的属性 就是HREF 那这里其实 跟各位讲一下 还是比较要偏重用这个 Nordepay++来做 可能会 让你在那个 爬资料的时候 我觉得会比较 可以看到重点 不然的话 有时候 一般的书上 是叫人家 直接去看原始码 哪合乎一般习惯 所以通常我会用这个工具 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有颜色 可以马上让你知道你要的东西在哪里 有没有HRE 而且你把它选起来 HREF 后面这一串 有没有就是我要抓的东西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那也就是说 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很快的出师波茧 就是 你那个网页 即便再复杂了 说真的 我只要先抓第一个我要的重点的东西 先print出来 然后我把它放在Nordepay里面去解析一下 再第二步 再第三步 当然有时候可能要好几个步骤 不过理论上应该都可以爬到我要的东西 那我们取YouTube这个网 网页其实是有点偏难的 OK 为什么?因为现在网页越做越复杂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结构简单的网页 好像越来越困难 所以我想说不如就干脆直接用YouTube的网页来做练习 那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把上面的超连结跟名称全部抓下来 那未来当然我可以直接塞在资料库里面 那如果我以后要找什么 比如说我要找哪个清单里面对应的它的影片跟超连结 那不就可以马上抓过来了吗 那如果我要做线上教学的话 那我就可以从资料库里面自动去产生我要的课程连结了 不然的话如果这用人工来处理的话 那太浪费时间 而且未来如果假设吧 那个清单有更新的话 那你岂不是又要再用人工再去抓一次网子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那如果你用程式产生的话 那基本上就简单多了 OK 而且快速 不过困难的地方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把那个程式去抓到你要的东西 来试一下 好 好